已故月谈天后梅艳芳故居的800多件遗物于10月12日进行拍卖 大批早已登记参与拍卖人士于中午12时半相继到场 拍卖由下午1时开始并约在晚上9时结束 据场内粉丝透露直到完场时一共拍卖了401件遗物 总成交价超过530万元 梅艳芳歌迷会会长苏小姐粉丝吴小姐等也有现身拍卖会 梅艳芳歌迷会会长苏小姐表示 自己投下一些偶像的事物和相片等 也有意再投一些舞衣 还指粉丝们很团结 没有争相镜头拍卖品 他透露也希望把偶像的遗物集结 计划于12月举行纪念展览 那些掌座就其实因为之前智慧跟我聊过的 那他们智慧就跟梅姐生前一班好朋友 大家聊过就很想继续所有掌座 那就因为可能12月就希望会有一个展览 那他们就想到时就拿出来 那所以就叫我帮他们走 提到刘培机制连睡床也被拍卖感心痛 苏小姐坦言让自己人投下也比别人投得好 他还否认歌迷会集资做镜头 对有传言艺人协会出七位数字参与镜头 苏小姐表示不清楚自己只跟曾志伟联络 没有集资都是我们个别自己投翻自己想 我不知道 但总之智慧跟我沟通就是我刚才跟你说 另外梅艳芳的拍卖品中 据悉有刘德华清显的《心经莫保》 被镜头者以44万投得 金唱片白金唱片等也以60万被投得 67座讲座也合共以101万成交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